接下来我就要讲这个福建舰 福建舰是最近最热门的话题 我听到很多的专家两岸都一样 网红也做了很多的推论 那这中间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是一种猜测 那我是依据我自己造舰的经验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所有的造舰建造的一件军舰的 它大概分六个大的节点 六个大的节点 第一个节点是开工 你知道吗 那开工看报纸都会 这个海坤舰开工了 福建舰 福建的开工好像 这些它不太出现媒体的 但是一般的国家都会出现 我们什么时候开工它会出现 那开工就是切割第一块钢板 通常会有个开工仪式 可能是很重要就总统 不重要可能是部长或者海军的 到现场 可是开工之前你知道有多少工作要做 它要画设计图 设计图有所谓的概念设计 初步设计 细部设计 这三道 这些都是一个know how在这里 做完细部设计之后 就交给赵舰长 好不说台舰 台舰又把细部设计转换成 施工蓝图 台舰有一定的这些设计的能量 他们设计师 据我很久以前就知道 他有两百多个以上 为了浅建国招他可能招了更多的人 就是他一定要有这个图 通通基本上图做完了 他才会做第一块钢板切割 叫做开工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做个逆向工程 好比如说当初这个大陆的时候 买了这个瓦良格号到了大陆 然后他想要去模拟他 造出第一艘山东对不对 基本上他要有蓝图 如果没有蓝图 这个工作会非常的困难 那我所知道的 当初买瓦良格号的时候 因为当初 这个可能是俄罗斯他们那里 还是乌克兰 他认为你模仿也模仿不了 所以他原本的全套的蓝图 跟着这艘船移到过来了 如果没有蓝图 这个立向工程是很困难的 这是第一个开工 第二个就是下水 最近这个在台湾比较热 因为去年海坤号我们潜舰下水 下水同时通常会有个命名仪式 就你们看到那个东西 一拉开海坤的名字出来 一拉开福建舰的名字出来 那叫做命名 这是一个整个的造船里面 可能最大的一个项目 那到底下水在一个造舰来讲 它要到达一个什么的程度呢 你去查的话 你就会知道就下水是所有的硬体结构 要完成所有硬体结构 钢板 苍尖 阁堵 通通造完了 那再讲简单就是船体 这整个的船体要建造完毕 从船头一直到船尾 全部的这个船体要建造完毕 当然这个因为它是钢板的部分 所以说你这个建造的时候 如果你要装什么东西的话 你不能去动它的钢板的 那假如你要叫我去用建筑来形容的话 你可以发现建筑有时候很有钱的人 他去买那个大楼的时候 我以前认识一个很有钱的朋友 他去买这种台北的这种豪宅 他进去看完之后知道这个之后 好不说人家卖130万一瓶 他立刻可能杀到100万 人家说为什么100万 他说你所有的建材我通通不要 你给我的什么卫浴 什么包含地板瓷砖 什么厨房 我全都不要 沙门这些门我通通不要 这些东西我通通自己来做 自己找人设计 因为那个东西我看不上 所以在建筑界有一个叫做毛胚屋 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有个毛胚屋 就是都是干干的 趋着他通通自己来做 所以他的钱可以省到很多的钱 然后他投入的当然远比 那个因为有钱人嘛 远比这个建筑师要投入的 不是这个建造商要投入的要多 那同样的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 下水就是基本上那个钢骨 通通已经都做完了 但是只有这个壳吗 对不起 因为这个船跟这个建筑到底是不一样 因为你这个东西很多东西 你壳弄完之后你再去装东西 有些东西太难了 因为它的空间很狭角 所以基本上来讲 在做完下水的时候 所有大概大的装备 通通装完了 但是也没有全部做 所以下水以后第一件事要做什么你知道吗 要把所有的装备 通通装到位 大的小的通通要装 这个过程在造船学里面 叫做西装 就把这些东西通通装进去 那这个西装的话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像刚刚你买那个毛胚屋以后 那个自己买的人他把这些瓷砖弄好 卫浴弄完 通通弄完了 冷气也进来了 床也进来了 沙发也进来了 电视也进来了 厨房这些东西 通通装到位 这个东西就叫做西装 西装到底是属于下水之前还是下水之后 我觉得都有 它在下水之前已经在做 下水之后它也在继续做 因为有的是要在之后才能做的 这就是所谓的西装 西装不是它的节点 你很少看到西装有一个节点出来 它不是节点 但是它就切割在这段时间 接着下来是港式 我说这个港式就是停在港里面 全部西装完了 或是西装完毕一个装备 他就先测这个装备 好比说我们西装完了这个冷气 那这个冷气是不是好的 不必等到整个西装完毕才测 他也可以单独去测 但是港式就是要把全船所有的装备 都装完 都测完 那他测都有一些他的叫做 标准的测那个数据评件 假设我们用一辆汽车来衡量的话 这个汽车在厂里组装完毕之后 在那个厂的时候 接着可能我拿了一个东西来测他的喇叭 开始 喇叭按一短声 按十秒 取意思 连按三次 他能够符合 做一项勾项 做一项做一项做一项 完毕 好代表喇叭是好的 但是只有喇叭 雨刷是雨刷 这个叫方向灯是方向灯 什么调整座位的时候 就每一个都是单独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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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 这叫做港式 那港式完毕之后呢 证明所有的单机 单机每一个装备 次系统都是好的 冷气 好的 喇叭 好的 电动门窗 好的 通通的半路好的 那这辆车的性能什么呢 这就是海事 这就叫出去 实际去跑了 海事就像我们这个汽车说 你这个汽车性能怎么样 到公路上去跑啊 这个三秒钟 能够加快到多少 能够耗油 装满油 能够跑多远 多快的速度 那都是在所谓的 海事的阶段 那同样的船在海事 要测许多的东西啊 举个例子 好比说它的加速度 这个船能够最快跑到多少 最明显就是 因为任何造一个船 它都有一个叫做要求 你必须跑到急速 跑到多少节以上 这就是海事要做的 哇 整个的那个系统 推到急速 你可以看到尾巴 那个水花打起来 到了没有 如果没到怎么办 没到回去修改 那所以你知道 如果做不到 那个改起来 可能可以改到很长的时间 除非接收方 好比说海军放水 如果海军坚持要造合约 对不起 就一直要改到 哪里什么问题 你自己慢慢去改 但是一定要到达 我那个要求 它有太多的旋转半径 旋转直径 这个什么摇摆的时候 能够晃到几度 能够不影响船上作业 它的续航力 我加满油 能够跑多久了 它都要去撤了 还有包含一个像震报 我相信你们可能在海上 看过很多 都砰一炸 那个航母 美国的航母在旁边经过 它能不能够耐得住 这个爆炸 这个爆炸的时候 整个船上有多少个部位 会受这个影响 就是经历一个大地震 那所有东西不能坏的 你不能说一震完 战斗系统坏了 雷达坏了 那些通通要去做这些事 这些通通是在海事的时候要做 那如果海事结束了 记住海事结束了 代表这艘船 这艘船 所有的装备性能 符合海军作战的需求 因为当初海军会开出一个条件 你要跑多快 那几几风 这不是说给我一艘船就结束 它完全有很详细的这些数据 一个一个下来 海事通过代表印体合格 印体合格之后 接着就是成军 我发觉现在外界最大的一个误会 就认为成军的时候 就是它加入战斗区 就是加入战斗区 它可以作战 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 什么叫做成军 成军的那一天 就是说我造船场 这是我造船场 造船对不对 我到成军这天 我告诉你 我造的船是合格的 船是合格的 从这天开始 我交给你海军 所以成军就是成为海军的一份子 那从这一天之后 这艘船属于海军的产权 那如果在这之前 好比说来一个超级大地震 砸下来的这个船损坏 谁负责 造船场 这一天之后呢 海军负责 产权的转移 那你知道如果产权的转移是这样的 那还有一个东西你就追到 在这一天之前 尤其产权不属于海军 属于造船场 对不对 基本上接舰官兵 不准碰装备 以前我们在海军就是这样子 但是你说会这么严格吗 因为毕竟海军官兵叫做船东 那你不能说交给我 之前我没碰过 然后突然就叫我开船 这不可能吧 所以前面他都在舰学 那他的舰学也在造船场的容许之下 可以让海军的接舰官兵去操作 那因此在交给你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 基本操作都是合格的 曾经我在当陈工厅副长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在吃饭 我们那个轮机长讲的 听得我非常愤怒 因为那天他们轮机的接舰官兵 在舱底想要学一样东西 你知道被宗船 那时候是宗船 被宗船的那里的厂里的人 把他们赶出去 为什么 他们觉得你在干扰我们在工作 这是宗船当时的人这样想 你学你家的事 全部出去 那晚餐的时候 那个人员长跟我讲 这个时候感到非常的愤怒 但是既好 成军就是一个产权的转移 因此成军之后呢 他成为了海军的一份子 然后在这一天之前 因为他不能操控 所以真正进行的 接舰以后 成军以后 他要做的两件事情叫做 交舰后测试与训练 这是交给船上的 交舰后测试与训练 什么叫做测试呢 测试就是战斗系统 因为在交给海军之前 我可以证明给所有的装备都是好的 但是没有发过一发炮弹 接下来各种的战斗部署 你有飞弹发射 你要实际发射一个飞弹 要实际打一个马 代表这整个的系统都是正常工作的 然后你要去打马 火炮够不够准 我们发几个这个自卫的飞弹 什么样防射 直接都是他后面测试的一部分 这是他的占领 要靠人跟结合装备 装备虽然好 但是人也要能够在一起 然后证明这个整个都是好的 这个在这个之前 交舰之前 成军之前是做不到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成军训练 就交给你人了 但是你们能够合格吗 那因此他有一个教令 不是说我们在这操演 那个军舰上面有几十种的部署操演 好比说哪里发生火灾 你怎么处理 好比说有一个人 在半夜的时候 一个掉到海里 你怎么救他 好比说现在顺关堵漏 哪里漏了水了 河生化 哪里有一个核弹 你怎么去处理 哪里有一个这个飞机过来的 你怎么样去防卫什么等等 还有一大堆的这些操演 每一个操演 这些接见官兵 都要亲自的去参与 而且这个参与不是大家嘴巴讲 他有一本教令 这个教令写得好好的 第一个防空作战 第一个 所有船上的人 他的职能位置在哪里 已经通通列出来 接着操演的大略的过程 他会写出来 这是一个教令 白纸黑纸的教令 你要有这个教令 好不好 那这个成军训练呢 什么时候是合格呢 通常你可以看到到航母 在航母就是 因为航母最后的成军训练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航母战斗群 战斗群的训练 而不是航母自己本身 航母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飞机起降 但是他整个的现场作战的环境 他要怎么样去适应呢 他有一个战斗群的操演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每当好比说辽宁舰 山东舰 以及未来福建 跑到我们的东岸去的时候 他都有很多的船 跟着他在一起 去的时候一起走 然后你就会发现 他突然散开了 然后散开以后 在那几天的时间 可能北部来了几架飞机 南部来了几艘船 从这里来 然后每一次你看到这些情形 你就会发现 国内的这些政论节目 把他说的 我在魔力什么 在恐吓谁 对不起 他不想恐吓任何人 他就是做他自己的训练 那这些来的飞机 跟船是在做什么 在做假想敌呀 那你在这里 他一定 陆基不会告诉你 这个航母战斗群 我们派了谁来攻击你 他就是一个飞机过来 看你什么时候发现他 你怎么样处理 能不能够去 有效拦截他 那他又有什么时候去 去攻击你 这些都有一个叫做演习的评比 到最后演习回去会去 说你到底合格不合格 最后合格了以后啊 他才具备作战的资格 通常在我们海军的时候 谁来决定你合不合格 你知道吗 他有一个撤裁组 撤裁组是在我们舰令部 现在是舰队指挥部 他会派一群人到你的船上 有各种的科目 可能这个教官走到这个舱间 啪 丢一颗这个烟雾弹 起火 他就开始 开始就拉紧报 人员集合的 怎么样去处理 整个过程 他可能整个测验 叫做最起码大概一天 战斗间 那真的是很辛苦的一天啊 全船一天 然后到最后达了成绩 最后告诉你说 这艘船合格 从那天开始 他才具备作战的资格 所以这一个东西就是 人员合格 刚你有没有想到 成军之前装备合格 成军之后 所有的人员系列 撤裁组 撤过之后 人员合格 装备合格 人员合格 他才具备战力 这个时候 他才会去扶勤 这就是第六个阶段 扶勤 扶勤就是加入战斗序列 那我看呢 包含我去查这些 过去的资料 以及我两艘船 扶勤的时候 都没有任何意思 没有很风光的 敲落打鼓 没有 就是那一天 突然船上 发布了一个电报 好比说我的上署是 两三两战队 我就发了一个电报 说本舰向两三两报到 我就我向你报到 然后他以后就可以 把你当作有效兵力去运用 那这段时间 当初我们在成功舰的时候 是一年 整整一年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一个 叫做什么 航母 将近三五千人啊 我们成功舰才两百人 他的成军训练 其实是非常漫长的一个 尤其是新的时候啊 好 这个时候我就讲解一下 现在这个刚刚讲的这六个 这张图呢 大家看了以后会清楚很多 好不好 来 麻烦 这个师傅把这个放大一下 我们从这个 这里开始 第一个你看开工 这是六个节点 对不对 第一个开工 基本上就是暗图施工 造这个船 下水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船体建造完了 这时候有个命名 然后同时开始西装 然后西装完毕 可能西装在这就开始 可能在这才开始 接着港市 港市基本上就是单机 次系统的测试 这些单机通通合格了以后 我才去海市 海市就是海上实测 他的舰船的性能 海市完毕以后就代表 硬体合格 硬体合格之后才交给海军 海军才开始交舰后测试与训练 这个做完通过考评之后 才软体合格 就是人啊 你的教令合格 这两个都合格 你才能够扶勤 那在这些时间 到底会有多久呢 你就知道 第一个这个 港市要多久 很难说 如果你有很多的单机啊 很多的风险 这时间就会增加 海市要多久哦 要看你有没有达标 如果你没有达标 会拖很久 如果你达标啊 也许半年就可以 所以你说福建县 现在在海市嘛 福建县多久会到成军 如果快的话 半年 如果慢的话 一年 两年 如果两年都没有 就代表说 他的一些性能是没有达标 然后在后面才会开始 做一个合格的验证测试 所以成军的时候 他没有占领 他要到福清的时候 才占领 这段时间要多久呢 少则一两年 多则三四年 完全看他的复杂的程度 好不好 这是第一个 那至于 至于我们说 今天这一次很多人在谈的福建县 到底有什么 多厉害的地方啊 那我也 我同样的是这个样子 不长他人自济 不是 不长他人威风 不灭自己自弃 大家记住 所有的军舰的生产啊 不管什么东西啊 飞机啊 东西生产 你记清楚 直到他量产以前 他都不够成熟 什么叫做量产啊 好比说我们说 动物大驱 动物大驱是一个型号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一类的船 通通是动物大驱 现在已经有八艘了 还在建几艘啊 这些通通是动物大驱 只是名字不同而已 可是今天 大陆的航母 第一艘叫做 这个动幺六吧 是辽宁 第二艘动幺拐 是山东 第三艘 是动幺拐 动幺八 是不是 它的型号一直在变 当它型号一直在变 每一艘船又造的不太一样 你看每一艘船都不一样嘛 意思就是 它还没有进入量产 它还在从第一艘开始 一艘一艘的尝试摸索 在进入量产之前 好比美国的尼米兹航母 你说它通通叫尼米兹航母 几乎都一样的 有一些小改变 十二艘啊 每一艘的名字不一样 第一艘叫尼米兹 第二艘叫这个第三艘叫这个 直到同型的这个在量产 代表生产者自己满意 知道吧 它满意了 那同样的我这样子讲 如果说下一艘 如果不是跟福建的同级 是量产的第二艘的话 就是它又改了一个型号 就是代表说 最起码大陆解放军对这个船 我不能说它不满意 就是还有精进的地方 我还不要量产 我还要再进步 直到它某一型船 它连续到四艘 都是同一个型号 只是建民不一样 悬号不一样 但是那个型号叫做动55 动54A 动54B 什么的 都有一个兼35 它的型号是一致的 生产了很多 那叫做量产 没有进入量产之前 都不是值得满意的时候 但是照这样讲 那这个是不是 福建建有什么好自夸的地方呢 福建建有一个地方是真的 让人觉得非常惊艳的地方 是什么地方呢 来大家请看这张图 我刚刚曾经说过 这个港市的时间的长短 跟你这里到底有多少 先进的装备是息息相关的 看到没有 福特当初做了三年五个月 甘乃迪做了四年五个月 福建一年十一个月 就进入海市了 你知道甘乃迪到现在 还没有海市哦 已经到今年四年五个月了 这个东西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在这之前的 这个福特建之前的这艘船 叫做小布希后吧 布希后 海市只有一年 港市一年就做了海市 福建建之前的这艘 叫山东建 它也只有一年 意思就是说 在福建之前 或是这个新的叫做 电池弹射之前 港市都一年 就很顺利的进入到海市 可是因为改了叫做电池弹射 它技术突然变得非常复杂 一大堆很复杂的东西 然后这个复杂的东西 使得福特建三年五个月 甘乃迪应该知道了福特的缺点吧 那我应该把那东西改一改 所以它三年五个月 我应该三年两个月 两年十一个月总是要短一点吧 没有搞到现在四年五个月 还没有海市 意思是说它改了半年 结果它遇到了更多的困难 就是说美国航母的硬体发展到今天 已经上百年了 它们何等的厉害 何等的成熟 可是在电池弹射 它居然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 那为什么福建建的电池弹射能够这么快呢 要深究其原因的话 我在别的地方有讲过 那个时间讲起来很长 就是因为美国用的是交流电 中国用的是直流电 这两个差异非常之巨大 那直流电的好控制 好储存 交流电很难 那你说那为什么美国不用直流电 他们研究了十几年 最后他们觉得太不安全 为了安全迷述 他们决定了交流电 这个也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总之 中国在硬体 大陆在硬体这一方面 在航母的电池弹射 它原来在追前面的车尾灯 它一步要到了前面 你就从这个你就知道 它们真的是一个进步非常之巨大 令人感到非常意外的 我相信啊 我相信美国现在一定极其的好奇 会使劲 叫做什么 持奶之力 想尽的办法要去偷啊 他们怎么做到的 那当然他们有一个 很特殊的专家叫马伟明 所以我相信马伟明团队 要防护好啊 底下人可能会被收买 或者干嘛 你们怎么做的 我不信了 我们搞这么久也搞不出来啊 所以福建建是一个伟大的 划时代的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 让人觉得 我的天啊 中国在管道超车速度如此之快 那也从这个福建建了 因为我知道马伟明领导的这个叫做电磁弹射 它其实不只是对电磁而已 它对整个电磁的转换 它太厉害了 那最近我不想你们有没有想到一个叫做电动车 如果你了解电动车你就会知道 因为电动车开始全部使用电之后 它的所有的引擎是叫做吃油的那个烧的那些东西 通通不要了 你知道它的纯电动车的零件 比原始的烧汽油的那个零件 少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装备少好多啊 所以它变成了很单纯 我就发觉这是电动车对不对 我告诉你 我保证中国大陆现在在做电动船 电动船差异在哪里啊 这里有几张图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镜头就一直留在这 你去看啊 这是两个发电机对不对 发电机发的电经过配电盘 转过来 这里有一个主机啊 在这转动的主机 这里有一个减速齿轮 这里有一个大轴 既好这是大轴的东西 当初我在阳之后的时候 还不是很大的出来 阳之后只有两三千吨 你知道这几个东西多大你知道吗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 大轴 看到没有 这就是大轴 我人如果站着大概这个样子 这个大轴几乎 比如我们一个电线刚才要出发 这么大一个通道底 你看看它一转动起来震动有多大 除了这个大轴之外 刚刚有没有看到一个减速齿轮 是一个很小的吧 我告诉你减速齿轮实际上这么大 我有一次在阳照上面 他把那个壳盖拆开来看 我会看一跳 我天哪这么大 这些东西通通在转 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我们用电的话 我们用电动船 就电动车的一样的观念 我们现在换到电动船 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你知道吗 它会变成这样 刚刚那些东西通通没了 发电机过来 经过一个配电盘 一个除能子系统 就储存电 如果你储存电的是直流电 像中国大陆用的直流电 它就是电池 如果你用的是交流电 像美国的交流电 它目前用的是一个飞轮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现在没有什么时间讲了飞轮 飞行的飞轮子的轮 它的飞轮来做这个 叫做除能子系统 然后这些所有的电 最后就是推动一个 叫做车叶 这个车叶 你不妨这样子看 它就是一个电风扇 它在最后电风扇 那电风扇会不会转 会转哪 那为什么早期不拿个电风扇 到水里去转呢 因为那个水里的阻力 这个那么大 你推不动 没有 你没有办法去一个 持续的一个稳定的 去推动它 谁克服了呢 中国大陆克服了 所以记好啊 现在你所有看到 电动车的优点 少到了这么多的零附件 然后它达到一个效果 是完全用一个电去取代 好 这个时候你再去想一个东西 你知道这个东西 我认为已经在像类似 中国大陆动勾六的 核潜件上面运用了 为什么你想到没有 这只有一个电 对不对 充了电之后 如果这后面是一个核能的 核能的电就直接给它充这里 然后推动这里 想想看它少了什么 它少了主机 那个引擎转动的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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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它少了一个大轴 汇zz 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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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动 它少了这中央的一个 叫做减速齿轮 你刚刚看到没有 那么大一个减速 每一个东西都是钢铁 在那里转来转去的 你有没有想到这些东西 通通是声音 通通没了 不仅省了这么多的东西 而且这艘潜舰会 何等的叫做安静 你知道没有 这就是我觉得目前中国大陆 在做的一些事情 我相信很快的时间 我们会看到 那也祝福 我真的讲 有一次我记得我在想说 我看到中国大陆的解放军的发展 让我觉得予有荣烟 今天讲到这里 后面的这个政治话题 又偏离了主题了 但是也抱歉 有时候也是我心里肺腑之言 谢谢各位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很难确保 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郡 因此越来越多人 选择在生活中 补充益生菌 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 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 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氧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经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每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